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公子列传 说战国时期有一个魏国 这魏国的国王有一个弟弟 大伙都管他叫信林军 这信林军国学多彩 善交朋友 而且为人忠厚 这信林军家里有三千十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平常在他家里吃饭的人有三千 这三千人可不是说到什么非庸应庸 不是 都是智者 凡是这信林军觉得有才华 有见地的人都请到他的家里边来 做他的朋友 共为做上宾 说有一次 信林军听说有一位七十来岁智者 这信林军就是拜访了智者的 这智者叫什么名字呢 姓侯 叫侯营 这侯营见了 信林军就说了 我呢 还有一个朋友 那也是英雄侯姐 信林军就问了 他是干什么呢 侯营说 他是杀猪的 一般人要听说是杀猪的 早就不理了 信林军不 杀猪的 您说他是英雄好姐 我也得见解 这杀猪的叫什么名字呢 姓猪 叫猪亥 名字起得好 亥猪的人 猪亥 这猪还见了两人 一样 很谦虚 哎 我就是个杀猪的 没什么本事 没什么才学 不能到您的家里边去 做您的朋友 不行 不行 最后只好把这侯营接来 信林军家里能人是越来越多了 也因为这样 导致其他国家的人 不敢随便的入侵卫国 说有一年呢 这个秦国攻打赵国 赵国的国王写了告急的文书 通知魏王 请魏王派兵发救 这魏王马上派了大将军进笔 率领十万人马 往赵国的首都邯郸就去了 但是那进笔的人马走到半道上的时候 秦国给魏王来了一封书信 上面写了 谁要是敢救赵国 我们打完了赵国 第一个就打这国家 这魏王可害怕 马上阻止进笔 十万人马 扎在半道上 这下信林军可急了 为什么 原来 这赵国有一个平原军 这平原军的妻子 也就是魏王和信林军的姐姐 这信林军就说了 咱们的大姐在那儿呢 现在他的国家有难 我们为什么不出兵 这魏王怕秦国不出兵 信林军说好 您无情我不能无义 我也得去搭救我的姐姐 这信林军马上率领着一百个能人 往赵国首都寒南去了 但是这信林军一走出大门 碰到这侯营了 这侯营就说了 哎 信林军 您上哪儿去 信林军说 我让赵国去解围 啊 您去吧 这信林军骑着马 越想越不是滋味 惊喜啊 侯营 你这么做可不对 我用车子把你接到我的家里边来 把你跟为座上宾 现在我带着这一百人马到赵国呢 就是要去死了 我宁可死在赵国 也不能在这坐视不管 你那什么态度 信林军 我马就回来了 他说 侯先生 您刚才对我可有点太老大了 我可一向对您不博 这侯营一听就乐了 他说 哎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我告诉你呀 你回来我才告诉你这条计策 你现在带着这一百人马 可以说是无济于事 这一百人能把秦军退了吗 您要想退敌军 得把劲比那十万大军给调动了 怎么调动呢 至于魏王调动在外的将士 靠的是虎符 一种类似令牌的东西 但是这虎符啊 每天都在魏王枕头底下枕着 那我怎么拿到啊 您听我说 这魏王啊 有一个最宠爱的人 叫奴姬 是个女的 当初 奴姬逃到魏国的时候 父亲遭人杀害 他多次恳请魏王 请魏王给他替父报仇 谁也没给办 最后信林君是您给办 这卢姬说了 他要是在有生之年 一定要报答信林君您的恩情 现在报答的时候到了 您就和卢姬说 说您帮我把虎符打魏王枕头底下给偷出来 您拿了这虎符 到了劲比的大营之中 就说魏王有命 现在命您代替拿执掌人马 接着您带着这十万人马进军邯郸 赵国之尾不就解了吗 信林君一听 说了有理 于是就去找这卢姬 这卢姬可真说是有情有义 真帮着这信林君把这虎符给抽出来 信林君拿着这虎符转身就要走 侯姻就阻止他了 说您这样还不行 您这样子拿着虎符到了禁笔大营之中 禁笔他要是不肯呢 我再给您派一个人 谁呀 就是那杀猪的 猪亥 您可别看他这个杀猪的 那可是一位 历士爷 这猪亥也跟着信林君来到禁笔大营之中 果然 这禁笔一听就说了 魏王真下了命令了吗 不行 我得回去确认确认 哪等得了啊 这珠海 抄起大铁锤子 砍一下子 把这主帅给打死了 接着信林君率领这十万人马 进军邯郸 解了赵国之为 这就是虎符旧赵 虎符旧赵这个成语啊 就是说掌握了一个最关键的东西 翻转了整个局面 好了 这一集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 我下集再见 感谢观看